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这个 沙姆尔 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 神就跟我讲他今天你要讲 沙姆尔我说主啊 为什么要讲沙姆尔因为圣经里面 这么多先知那不是说沙姆尔不是 一个好先知倒不是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先知 然后呢神就说你先看看他的 名字翻出来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看他的名字 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听到 就是神听到 那么这个后来神就开始跟我讲 他说沙姆尔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他在地上是辅佐君王的 而且他不仅仅是辅佐君王 像丹尹里上约瑟 他还是高谋君王的 高谋君王那么他在那里 不仅仅是一个君王的先知 而且他是一个士师 那么这个士师 是什么东西呢 士师就是代引以色列人的时候 所以说在这个 这个行政的权是在王的手中 但是怎么样 在灵里面带领以色列的是什么样 是沙姆尔 那么沙姆尔高了谁呢 高了这个扫罗 沙姆尔还高了谁呢 沙姆尔还高了大卫 高了大卫 那么神跟我讲 他说呢 在末后的日子呢 我要兴起沙姆尔的服饰 我不但兴起要丹伊利跟约瑟的服饰 我也要兴起沙姆尔的服饰 我也要兴起摩西的服饰 那么你看看这几个的先知是做什么呢 这几个先知由以取同工之效 他们都是神所重用的器皿 他们都是神所大大使用的 这个怎么讲呢 是了不起的神人 那么丹伊利 那么约瑟 那么这个伊利亚 那么摩西 那么这些好像是旧约的 是一个先知的一个代表 那么这个你看看 这个丹伊利跟这个约瑟是怎么样 他们辅佐君王 他们辅佐君王 那么他们辅佐君王 但是呢怎么样呢 他们在那里有非常的多的智谋 这个计谋 这个或是智 智慧谋略 有神的启示 而且他们非常定义寻求耶和华的面 丹伊利每天三次在那里祷告 寻求神的面 他是一个一国的宰相 而且他认了三界的君王的宰相 所以说呢 他这个实在是 你看在那样政治环境 恶劣斗争的情况之下 居然他能够 三界的这个君王 他都是宰相 这是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 他是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君王 你去好好查看丹伊利书 他怎么样跟君王讲话 你就可以学到智慧 另外一件事情 我上一个礼拜 有讲到过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里面有什么 你去好好查看背诵真言跟传道书 这个真言的刚好是31章 那么刚好每天看一章 那么这个一天的一年 一个月里面有30天 或是31天 你就可以把这个圣经的 这个真言这本书看12遍 那么这个真言里面 他有智慧的灵 传道书里面他有智慧的灵 他每一本书里面有智慧的灵 就像我们现在查的是什么样的 先知书 为什么呢 因为先知的学校 要有先知的灵 是不是我们在那里 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 当我们在查这些先知书的时候 那个先知的那个高模就下来了 那么这个以系结书 这个先知的书里面 有些什么东西呢 他是一个带导 他是一个带求的 他也是指证 以色列错误的地方 他也是神借了他口 宣告以色列要得赎 要回归 而且神的盼望 仍然要在他以色列的当中 所以以色列结书 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书 那么这个 这个以赛亚的书 以赛亚书 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书 所以这个 你看神在这里 这个借着他先知们 所说的这些话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知道 神要在 不管这个以色列的环境 如何的被你玩梗 最终神还是要 回到他们当中 掌权作主 作王 所以说呢 你看神是一个神 有盼望的神 那么这里讲了 撒摩尔是做什么呢 他不仅是一个 辅佐王的一个先知 他也更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 这个士师 那么这个士师 翻出来的英文的名字 叫做审判者 叫做judge judge的意思 是一个法官的意思 那么这个judge的意思 也是代表分别出来 是善与恶的事情 因为在那个时候 因为以色列没有王 各个的以色列 这个部落呢 他是按照自己 以为证的事情去做 所以说神就在 那个时候呢 就兴起来 适时来带领以色列 因为真正的王是谁呢 是耶和华 是我们的主王的神 所以当时 这个以色列 要兴起来 选择一个王 来带他们的时候 神并不高兴 为什么呢 好像在人与神之间 再有一个人插进来 做一个带领的工作 那么这个带领的工作 不是神所命令 乃是人所要求的 所以说当时神并不愿意 所以神也记得 这个 萨姆尔就跟他们讲了 说你们要选择一个王 他必使你的儿子 当差使你的 好像这个 要拿取你的供物等等 你们要走的 你的儿子 要跑在他的前面 就是当差的等等等等 本来是神不愿意 将这些重担 额外的重担 放在以色列人身上 但是以色列人 因为他的思维的邻国 通通都有自己的君王 所以他们没有 所以他就觉得 好像他们没有保障 那其实是因为 以色列人对神的 这个信任度 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所以说 在那个交换的时期里面 神还是使用 他的先知 来高谋君王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神特别在这里 讲一件事情 以后这个先知性的服势 要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以至于到最后的 后来的日子 这个先知在地上的服势 可以影响左右 高 这个高谋君王 也可以撤掉君王 神要把这样子的权柄 要赐给在地上的先知 所以说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圣灵的恩高 就要一直这样下来了 我们来领受 大能的先知 大能的先知 你们在哪里 你们要兴起 你们要兴起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如此的热心 说过吧 因为他说 权力都是属于我的 权力都是属于我的 二者 撒但在地上 积极的张狂 因为人的所犯罪 跟堕落 但是我的热心 我的热心 并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 就退缩 然而我大能的宝贝 仍然向我的百姓彰显 我大能的宝贝 不但要向我的百姓彰显 我要向这个世界彰显出来 我万君之耶和华 是那掌权者 是那创造者 是那制造者 是那大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的神 是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主说孩子 因此你们要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 我要在末后的日子 兴起大 这个大能的先知来 就像在古时的日子一样 我如何记得摩西 以利亚 这个 这个 耶稣 戴伊利 这个沙姆 这个哥哥的 这个先知所做的 神迹一事 我要将那些神迹 是放在末后的先知的身上 使他们带着我的能力 走遍到地级 是为我来做见证 因为要为我的预备道路 主的日子来了 主的日子来了 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在那个没有到来以前 神章说 我要这个 我父的心要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要转向父神 好使神可以得到 一群可用的百姓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神章 这是你的荣耀的日子 要降临以前 伊利亚的火车火马要领导 摩西的云柱火柱要领导 摩西的藏羽 甘要与你的百姓同行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神 我们谢谢你 哈雷路亚 现在还是有一波的恩高降下来 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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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弟兄姊妹 当你领受被提升的时候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虚极 虚极 再虚极 当这个神的能力 恩高和荣耀降下来的时候 你若是没有不够谦卑的时候 你就会容易从马上摔下来 守护巴哈达撒下 记住自己的口 记住自己的口 不要批评论断 不要批评论断 不要真正比较 受货豆 受洗哈达 每一个人的体身都在主面前 有他自己的奖赏 跟时间 守护巴哈达 受洗 叫个人看别人语 比自己高 就心存谦卑 就心存谦卑 受货豆 受货豆 因为骄傲在这个败坏 在这个 在这个 骄傲在败坏之前 是一道的 后把他散开 受洗后 嘿嘿嘿嘿 后后后后 谢谢谢谢谢 哈雷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主我们将一切的送赞荣耀 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 我们感谢你神 在末后的日子神 主啊 真是从信心到信心 从荣耀到荣耀 所以因此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我相信神要做这样子的工作 在我们的身上 感谢主 赞美主 那么主说呢 在沙姆尔 为什么我给他名字取名叫沙姆尔 就是我听到了 因此当你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要垂听你们的祷告 主说在这一次 在这一次俄乌之间的战争 就是我垂听了你们的祷告 我垂听了你们的祷告 因此大人的先知跟代道者 你们在我的国度里面 是有你自己的一个奖赏 在我的国度里面 感谢主 赞美主 所以说呢 我觉得沙姆尔这个先知 在末后的日子 神要再一次 掀起他的志 其实神在掀起 每一份他先知的工作 在我们的当中 有的是大有能力的 有的是大有谋略策略的 有的是可以给君王按手 成为他 不但是成为君王的祝福 还有成为君王的 这个他的提升 与他的下来都有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小看 你自己在神国里的那一份 神说给你的 你就谦卑的领受 你就很好的学习 尾声的来服事 看时间到了 你的这个每一个考试 通过的时候 他自然会把你带来 下一个季节里的提升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今天呢 就在这里 跟大家特别分享 那么沙姆尔 还有一个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看一段圣经 沙姆尔最著名的是哪一句话呢 这个沙姆尔记上 应该是 我记得是16早 这个沙姆尔在这个 沙姆尔记上里面 有一个地方讲了 他断不会停止为我们祷告 以致使他得罪耶和华 他必以善如正道指教我们 那个是在第几章 第几节的 16章 我记得好像是 沙姆尔记12章23节 12章23节 好的 感谢主 沙姆尔记12章23节 他说 至于我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 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所以说 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看得出来 沙姆尔是一个不断 什么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的 所以说 神要在幕后的日子 兴起这样子 不停止为 这个百姓 为神的国来祷告的 他的一生一心 一心一心意义 就是为神的国 为神的道 在地上被彰显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谈到 与神合一的时候呢 不是说 这个理念的问题 乃是一个 实际行动的问题 你怎么去合一呢 你必须要舍己 所以主耶稣基督舍己 使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了 把他自己身体都舍掉了 为什么 他因为道合一了 而道的原则 就是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呢 就一个人来代替 所有众名的罪 在旧业 就用牛羊鸽子 来宿祭等等来献祭 再次在新约的开始的时候 神自己亲自成就了 这一切的计 在十字架上 所以说你看 他到最后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科西马里面 祷告的时候 他的这个 血点呢 这个汗流 像血点一样 滴到地上 他说 然而怎么样 不要成就 按照我的意思 来是按照 父的旨意来成就 所以这个就叫 与道合一 因为神就是那个道 所以弟兄姊妹 你想提升你的服饰 在神的国度里面 而不是你想提升 乃是你与道的 合一的层次 到什么程度 你的 与他的合一层次 到一个什么程度 神就怎么样的 提升你 他就会怎么样用你 因为每一个人的 被制作的过程 也不一样 每个人被制作的方式 也不太一样 每个人被成长的时候 这个时间跟速度 也不一样 所以说弟兄姊妹 愿神在我们当中 兴起像撒末尔 一样的服饰 他说他断不停止 为你们的祷告 你看在这一次 征战里面 很多人在指着 这个错 那个错 这个对 那个对 但是怎么样 当你到神的宝座 前面的时候 你就看得出来 神是怎么样看 这场战争 神是怎么样看 这个事情 神是怎么样看 这个各国的领导人 你从这个神的眼光 所看出来的 你就看出来完全不一样 因为神看的是人的内心 神不是看人的外表 这个外表是可以做 那么撒末尔也 什么 这个跟他的差爷 伪装成光明的天使 但是这个 伪装成光明的天使 没有一个 不被神看得透透的 没有一个 不被神看穿的 神把他们 假装的外袍 一接出来 你就看他的 灵里面真实的样子 所以弟兄姊妹 神让我们 所看的是这样子的 你若没有看见这个 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 因为你在二生天 你们所领受的 在这个地上 所领受的一项 一项 不是说有错 乃是什么样 就像进了这个 至圣所一样 有外院 有内院 有圣所 有至圣所 你在外院看的景况 跟内院看的景况 就不一样 你在这个 内院看的景况 就跟圣所看的景况 也不一样 你进到至圣所的时候 也跟圣所的景况 不一样 所以说你看 你说哪一个是对的呢 哪一个都对 只是层次不一样 就像一个大人 跟孩子说话 三岁的孩子 你跟他说 三岁的孩子的话 这个 十岁的孩子 你跟他说 十岁的孩子的话 一个做大学生的孩子 你跟他用大学生的言 你跟他谈话 一个做博士班的 一个学生 你跟他用博士班的 这个话 也跟他谈 那么一个做一个 很有名的教授的时候 你跟他谈论到 他的专业 你要用他的那个言语 去跟他谈 所以说哪个是对呢 通通都对 但是层次不一样 所以说 神在后来的日子 要提升你跟我 提升你跟我们 是做什么呢 使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 这个心 心思意念与灵 都是与神的道 要合在一起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 非常高的境界 我也是鼓励弟弟兄姊妹 能够在寻求神的面 舍己 这个舍己 真的是不容易 不是说 我自己都做到了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一起来学习 只是有的是 从平地在那里学 有的是在二层楼 在那里学 有的是在五层楼 那里学 有的是在十层楼 那里学 但是弟兄姊妹 你不要羡慕 已经爬到十层楼的人 你从一层楼 他也是从第一层楼 开始往上爬的 只是他的时间 可能比你先而已 那你有你的时间 他有他的时间 而个人爬的速度 也不一样 你也不用看 别人怎么样 或是真净 或是嫉妒 或是比较 你就按照自己的进度 在神的面前 神所量给你的速度 神所带领 每一个人的方式 都不见得是完全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寻求神的面 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不停地 为神的国来祷告 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其他的都必嫁给你 而第二件事情 善道震怒指教 弟兄姊妹 你必须对神的话 有了解 你必须对神的话 有认识 你看你认识神的话 你就知道神国的理念 和观念 你知道祷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神的心意 是如何来 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说你看 当他这样子 在做的时候 还有第三点 就是他 这个撒末尔在出生的 那个年代是什么呢 是从人在世事 跟这个王交接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的王交接的时候 那么神就利用了 使用了这个撒末尔 成为高末王的先知 所以我相信在末后的日子 这个先知不但要成为左国的 要成为高理 这个建立 拆除 建立跟拆毁的 这个地上君王的一切的工作 若是这个地上的君王 若不合乎神的心意 这个先知有权利 神要把这个权柄 要赐给在地上的先知 再借着他们的祷告 把这个不义的君王拿下去 反之 这个君王若是行在业化 眼中看为正的事 神也要兴起 像撒末尔一样的先知 为他们做祝福 为他们做高姆 为他们做护航 保护他们 在灵里面 所以说弟兄姊妹 你我所做的事情 是人家肉眼所看不见的 但是为神所看见 所以弟兄姊妹 要轻看这地上的一切 努力从天上的 做成天上的功夫 感谢主 赞美主 好 今天我就把这个 简短的讯息 跟大家分享 愿这个成为 大家的鼓励和安慰 好 这个好 我们今天的聚会 就到此为止 愿神祝福大家 有个好的周末 再见